有時候我會提這件事 其實最初最初我是 因為我是數學碩士嘛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是在家教 所以呢 我很久以前我就覺得說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網站 其實就是我架設的第一個 第一個要拿來賺錢用的網站 那時候呢就是我家教 然後呢越教越多 然後我發現透過家教 然後其實我在研究所的時候發現 欸透過家教竟然交到一定程度 也可以賺到 就是月薪也可以賺到三班族的等級 那時候我可以賺到 一開始啊當然量少的時候 就是說一開始剛開始 一個月大概一萬多 然後但是我們中央大學啊 他有做過一個統計就是 就是他統計我們學生呢 目前的收入月收入有多少 然後結果我發現好像月收入超過一萬五的人 還是一萬多的人 只有不到三趴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 學生打工啊 其實做鑰匙又要活 百分之九七都賺不到上班族的收入 甚至百分之九九 然後那時候既然透過 我們數學系很特別嘛 既然透過家教就可以 像資工系什麼也都是 家教很好找 所以啊那時候 我教到一定的層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其實靠家教月入十萬 十星破千其實是有可能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竟然變成家教達人了 對不對 那我應該來寫個電子書 然後來賣 然後這樣子也許會有市場 因為呢 那麼多學生想要成為家教 然後家教根據統計 是所有學生最愛的工作 因為就是因為他死心高 工作又輕鬆 所以我那時候啊 就規劃要寫一本叫 家教達人賺錢申請 我是把它當成書籍的規格來寫 所以寫起來有兩百多頁 兩百二十頁左右 可是呢 我那時候想說 那要自己 那要請出版社出書嘛 可是那時候 我有投過幾家 幾家出版社 沒有石城大海 所以我就想說 那難道 這個年代一定要靠出版社 沒有出版社的話 就不行嘛 那後來想想 那就自己賣嘛 因為那時候 我剛好看到一本 我剛買 花一千塊買一本電子書 就是那一個人 他在分享 他就靠賣電子書 一年賺兩百萬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靠電子書賺錢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就決定說 要來 要來加一個網站 來賣我寫的電子書 然後呢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在研究啊 因為那時候大概只有 那時候大概是在2009年初的時候吧 對 然後我書剛寫好不久 可是呢 你要想想看呢 在那個年代 其實 能夠駕戰的系統有哪些 其實很少耶 那但是我完全不想要 因為我那時候去職訊中心 學過那個Dreamweaver 就是 然後呢 那 學學之後發現 阿鳥欸 我會了只能嫁出超級陽春的網站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東找西找 在2009年的時候 Weberley的這一套系統 還很少人知道 Weberley是在這 你可以看到這一兩年 特別多 在做網路行銷的人在使用 因為最主要是他是免費的 他也有付費的啦 像我這個版本 你現在看到這個網頁 我是用付費版的 因為付費版可以自訂 自訂自己的網址 所以我這個網址是自己賣的 然後呢 所以呢 所以那個時候阿 我就決定說 我要來那個 我要來試試看 就是 來自己加一個網站 所以 我現在貼這個網址 給大家瞄一下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看不太清楚我螢幕上的內容的話 那附帶一題 我現在開放那個全螢幕喔 就是 我現在先把那個網 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有網址接觸 我現在先把網址接給大家 然後我等一下會把螢幕放大 所以呢 我在放全螢幕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留言 所以如果你有要留言的話 麻煩到我們的那個 點書社團上面去 那 因為我有說 大家今天有來參加 我都會送他一本 我寫的那個 200塊的 部落格賺錢書精華 對不對 我先發給大家這個贈品好了 對 現場有在的人阿 麻煩阿 麻煩你阿 現在呢 就在對話框下面 那邊 直接先點擊下 下載 等一下 好像沒有貼成功 下載這本電子書 這本電子書算是我第一本寫的那個 網路賺錢或網路行銷方面的電子書 然後後來當然也有改版過幾次 對 這個版本算是最新的版本 那你下載下來 送給大家今天的贈品 OK 那今天後面還有啊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額外的贈品 可以給大家拿 那我先回到剛剛的話題 就是我呢 那時候就架設這個網站 這個網頁啊 其實我在三年多前就寫好了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 三年多來我幾乎沒有 我幾乎沒有動什麼 我只有偶爾呢 可能加一些那個 成功心的見證上去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寫了一個很長很長 然後呢 我找了一個藝人 叫張瑞祖 他是我們那年代的藝人 然後呢 請他替我寫序 然後最後啊 我就是 我就是這樣子 一頁四的銷售頁 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這是銷售頁啦 這叫Sales page 銷售頁 但是我就知道說我要把它寫得很清楚 那我的這個 內容 然後還有 大綱還有見證 我那時候也知道要收集見證 OK 然後呢 還有一些讀者的回饋 對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可是大家要知道 我那時候賣多少 我到現在都還是賣這個價錢 480塊 對 你可能想說 很奇怪 一本電子書幹嘛賣到480 你在外頭買電子書 沒買過那麼貴的電子書 實體書也很難買到480的 原因啊 是這樣子的 就是 那個時候啊 我有測試不同的定價 這個定價是需要測試 我那時候有賣過150 結果我發現賣150跟賣480 賣150當然是會多賣幾本 但是我整體賺的沒有 沒有比較多 甚至比較少 所以我後來發現呢 經過我測試之後 我發現我賣480 雖然銷售量會變少 但是呢 整體的獲利是變大 對 那也凸顯出這本電子書的價值 因為這本電子書啊 的內容 你在市面上是完全找不到相關的 我 那我寫這本電子書之前呢 有一個人出了一本 出了一本家交 家交成功的電子書 但是那一本電子書啊 有一點就是在 在講他有多厲害多厲害 因為他可以死心收到 六千塊這樣子 甚至更高 那可是呢 他並沒有 對於其他想要在家交方面成功的 家交老師來講 沒有太實質的幫助啊 那所以我設計這本電子書的時候 我就是設計的要超越那一本 也就是說呢 我從頭到尾啊 如果看目錄的話 你就知道 對就是家交錢的基本功 然後我都是用問題 來做為標題 就是為什麼學生學要家交啊 你要怎麼定位啊 啊我是私立大學學校 比得過國立大學學校 要怎麼找家交最容易啊 找家交錢我還先準備什麼啊 啊基本家交行情是什麼 也就是說我是一步一步一步這樣子 然後呢去跟 這些人分享 教這些人 要怎麼去試交 要怎麼準備 家交的時候 甚至坐在學生左邊右邊 我都有經驗我都會講 然後試交的時候 要怎麼跟學生互動 要然後談時薪要怎麼談 談 那談那個 就是一大堆啦 對 所以啊 這一本電子書 是我自己啊 透過家交 賺到 最高的時候 賺一年賺到將近百萬 然後呢 然後月入十萬 然後時薪破千之後才寫的 所以呢 他是一路呢 就是想要第五章的時候 就是賣相月入十萬的家交達人 所以 像我自己有時候在電子報 會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家交時薪是兩千塊啊 我現在也有交一個 中方大學經濟研究所 因為他在職生 所以呢 他很多大學的微積分或經濟數學 都忘光了 所以呢他就找家交 我就找家我 我就給他收兩千 我說大學基本上我收兩千五 那 但是他的部分 因為他 比較特別 所以我就給他收兩千塊就好 所以其實兩千塊 兩千塊也是算很高啊 對 但是 這個就是我一路呢 透過這裡頭的行銷策略 然後呢 然後呢 讓自己的收入啊 讓自己的家交時薪 可以一路的往上漲 OK 所以啊 這本電子書啊 我放在這邊三年多了 幾乎沒有改 每個月 至少都會賣出一本 平均上來講的話 所以 每個月我都會收到訂單啊 好一點可能 可能五到十本 但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怎麼找到我的電子書 找到這一頁了 大概他要搜尋家交達人才比較看得到這一頁 對 但是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電子報系統 但是後來呢 我學到Gate Response這家電子報系統 所以我就加一個錶單 然後我 所以一旦你訂閱我的電子報 我其實是有設定更進信的 然後在我更進信裡頭 我會發呢 這本電子書的前十篇文章給你 十篇給你試讀完之後 我就會叫你要下決定 因為之後我不會再發試讀的文章 你要嘛呢 就買 要嘛就不會收到我的訊息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透過 這是一個簡易的行銷的流程 然後來銷售 可是呢 後來呢 我自己要架設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我發現 這樣子的功能不夠啊 這樣子的功能 對網路行銷的需求來講不夠用 例如說 例如說我要有一個會員網站呢 這邊沒有辦法讓人家加入會員啊 對不對 啊我要收錢 我要收錢OK啦 收錢的話 PayPal去註冊一個啊 我這邊有一個PayPal 我就是 可是他跟PayPal整合的也不是很好 對那你要在PayPal後台自己去新增一個購買按鈕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呢 讓人家購買 所以基本上他也沒有什麼購物車的功能 他基本上就是 我直接把PayPal的那個購物 購物按鈕放在這邊而已 所以 Weberley Weberley當然現在有購物車的功能啊 可能付費的會有 但是呢 在我那個時候 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小型的 小型的 一夜市 幾乎就是一夜市的網站啊 其實 就三年多啦 一直在替我帶來收 雖然不多啦 可能一年多個 多個一兩萬塊給我 可是那也是錢啊 我什麼都沒做啊 買的人 我就發電子書給他而已 所以 所以其實 這算是我第一個 第一個成功的經驗 然後 我也是透過這個經驗 我才相信說 那樣子 在網路上賺錢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我要成立什麼玩站 結果呢 我當時 當時有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概念的時候 離我真的把它打造出來 整整花了半年 因為那半年我在研究Wordpress 然後我就想說 Wordpress到底是什麼挖哥啊 那時候還很新 然後呢 東研究西研究 那我要怎麼有聯盟行銷的功能啊 我要怎麼讓別人推廣我的網站 然後呢 那我產品也要先伸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要先寫 至少兩本電子書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三四十樣產品 那是三四年來累積的 可是在當時 我剛成立的時候 只有兩本電子書而已 幾乎什麼都沒有 那 那當時即使是這樣 還有人就願意相信我 然後加入 眾生會員 所以他們現在都很明顯 現場也有人 也有 就是當時很早很早期加入 那 那他們可以看到我這三年來 一直在充實這個網站 事實上每一年我都會 網站會改版 甚至 就是購物車系統也會 也會換更好的 對 他目的就是呢 真的 是把它當事業 再經營 那 所以呢後來我發現我的需求 因為 當然我後來 越學越多嘛 我就找到更好的功能呢 我就想要把它添加上去 可是呢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要靠你自己 用 除非 有一些前提 很不幸運的是 雖然Wordpress是中文介面 但是呢 呃 還是有很多時候 你需要去看英文 所以如果你在 現代啊 這個年代 即使你去專員Wordpress 你英文不夠強 很不好意思 還是 還是蠻難的 因為Wordpress外掛 呃 有兩三萬種 兩三萬個外掛 全部都是幾乎99%都英文的 那你要下去自己研究 這個外掛怎麼使用 教學全部都英文的 影片你也要聽得懂 人家外國人在講什麼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 深入這個地理 所以今天啊 我們就是想要 來 研究要怎麼去突破 這個 真的是一個很大技術上的障礙 很多人可能學了很多 網路上的 觀念或知識 但是都說 啊我知道更進性了 我知道要幹嘛 我什麼都知道 可是 實際上還是卡在這技術層面 方面到底要怎麼解決 如果大家有訂閱他的 那個索取三分鐘加讚 大家應該知道 他就是用 Weberley來替大家示範 對 那Weberley 就頂多就是架成這樣子 對 那 可能再好一點 你就要付錢了 對 可是再怎麼樣彈性 都沒有 Wordpress彈性 所以這個是我後來啊 我也是有自己出 Wordpress初學者的課程 對 那目的無他 就是希望呢 能夠快速幫大家上手 就是 解決這方面 為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盡一些心理 OK 那所以呢 我的部分啊 也不多說啦 我就是開個頭 讓大家知道說 我自己呢 當初 所面臨到的問題 我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心力 事實上啊 大家在看我們外表 在銷售的時候 然後呢 大家是看到外表 可是不知道我們為了 要呈現出這些網頁的效果 對 然後呢 尤其是 我是屬於 就是 我沒有一個很龐大的團隊 對 那我要怎麼去 盡量把自己的網站呈呈現的呢 又不 就是又不失專業 然後 也不能太醜嘛 對不對 那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花大錢去請設計師 然後去 去客製化自己的網站 對 那所以呢 其實我 基本上都是靠Wall Grace 那 呃 不好意思 你 大家現在有看到我的桌面嗎 好像是沒有 欸 我現在分享一下桌面 OK 所以剛剛我在講的時候 老張 剛剛我在講的時候 那個畫面有沒有出來 有 剛剛在講的時候有 有 剛剛突然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關掉了還是怎麼樣 最後就 突然 突然一下 喔喔突然就關掉 好好那沒關係 對 反正我要交棒給你了 OK 所以 現在呢 我就輪到那個老張來替我們分享 然後如果你中間啊 有 有那個 有聲音的 就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麻煩就是 再到我們的社團 就是這邊來留言 這樣子 OK 那我呢 會再 會再 隨時關注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回答 所以現在換你啦 對 我先退出那個 節目 大家好 首先呢 這邊啊 Jane 那個 我現在的聲音講這樣 你聽得到嗎 這樣還會太小聲嗎 還是有 如果 如果還是太小聲 你打個1 然後 已經OK的話 你打個2 OK啊 我很OK 對大家來講 都太小聲 是太小 太小 OK 1是太小聲 太小聲是打1 太小聲了 對啊 我想辦法調整一下 對 2喔 2 那 那在這邊我 我今天要 跟大家講的這個 我有做了一個小小的講義 讓大家可以 就是結束之後可以帶著走 然後 我現在講話大家應該聽不到 我聽得到嗎 那其他人 大家聽不到 那我想辦法調一下 喔好 所以呢 現在 你要先處理嗎 對 那現在 那你弄好之後隨時打斷我啊 就我現在來替你頂一下 處理一下 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辦這個演講啊 其實 一方面就是要分享一下我們當初嘉戰的經驗 然後 另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說最後啊 讓大家有機會呢 能夠來 其實我說實在話 我剛剛那一方話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啊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如果我當初啊 就有一個像老張這樣子的朋友 工程師這樣子來合作的話 其實我晚戰 我晚戰 加車就請他去嫁了啊 懂我意思 幹嘛自己去摸半年 然後 然後花了無止盡的時間在那邊 在那邊 摩索我晚戰 這功能要怎麼弄啊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翻死了 對所以那時候真的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好 其實我跟他講真的 在國內外的網路行銷界裡頭 如果你要真的是一個成功的網路創業家 就是有兩個要素 第一個呢 就是你身為一個帶頭的人啊 如果你是leader的話 你呢 就是要會你的思維 或者是知識 網路行銷或創業或行銷知識 夠強就可以了 像賈博斯啊 他當初 他賈博斯不會技術啊 賈博斯他就是很多好點子 你看他賺金你就知道了 他是旁邊有一個技術天才啊 超級達人啊 他叫他生什麼 然後他就會弄出來給他的 所以呢 基本上 我看到國內外都是一樣 很多很多有名 有聲音的嗎 大家聽得到嗎 喂 喔好大聲 你聽得到的話按個1 聽得到 聽得算清楚的話按個1 OK 老張再講幾句話 好好 大家都聽得到了 非常仔細 非常大聲 所以我把他結尾一下 就是 我就發現說 國內外其實 即使在台灣啊 一些很有名氣的老師 你都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工程師 即使是我也是 也是有工程師啊 因為畢竟你再怎麼搶 你不是學技術出身的 你終於有一天會遇到問題 舉例來講 假如台灣轉送人第一站 最起碼被駭客入侵過三次以上 有時候會很喘 每次在入侵 那晚站突然就消失了 對 那如果晚站沒有救回來的 怎麼辦 那就哭了啊 對不對 晚站要備份 要怎麼做 要怎麼清除病毒 這一開始根本就不是很懂啊 尤其是你遇到 遇到第一次 嚇得半條命 遇到第二次還是嚇得半條命 遇到第三次 還是嚇得半條命 沒有人希望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有很多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那在國外呢 我看到最最最 最完美的組合就是 那個 發言的人 產品的作者 其實他也不是開發這個軟體 或程式的人 他就是背後有一個工程師來替他頂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在現代呢 最實際的狀況就是 你有一個工程師來跟你一起合作 那現在老張呢 就是最後會提供給大家這個機會 可以來借他的力啦 因為很多 很多 台灣的老師在談借力 其實最好的接力就是 你有適當的人才來替你解決 你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對啊 OK 所以現在換你了老張 謝謝董老師 好 那 剛剛這個檔案 大家有去下載嗎 我今天有準備了一個講義 讓大家可以就是 聽完這一場 這個分享之後 能夠帶回家去 再繼續實作 的部分 算是今天的一個 分享的一個總整理啊 大家有收到那個 都有下載好講義的話 再回個E好不好 你講義連結再貼一次好了 我剛剛不知道你貼那個連結幹嘛 所以我沒下載 我現在來下載一下 好 我現在只要下載 好 這邊再貼一次 有嗎 如果下載 按個音 好 下載一下 我也要下載 好 那我現在來 來分享 分享桌面給大家 Come back again Rich你還是聽不到對不對 對 沒關係啦 你就先講 好吧 好吧 那我先講 好 Rich你之後再看錄影檔好了 好 那我現在分享我的桌面給大家喔 分享我的桌面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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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哇 你的PDF檔還蠻詳細的 你說 如果現在大家就是 我現在已經開全螢幕模式了 所以理論上來講 大家現在應該可以看得到我的桌面 的全螢幕 那如果啊 如果還是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在我提供的講義的最後頁啊 有那個 有說明 跟大家講說 欸怎麼樣 按 把什麼東西按掉之後 可以把 視窗變大 然後可以再按什麼東西 放大桌面 分享的部分 可以再看一下 那 如果都好的的話 我們今天啊 這個 今天這段分享啊 就會基於這個講義啊 各位手上的這個講義 來 帶著大家 讓大家 走一遍 讓 讓大家可以 瞭解說 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好 呃 首先 呃 這個 WordPress啊 大家如果有看過那個 三分鐘分享 應該 大家有點概念 它就是一個模組化的架站平台 那讓大家可以 在這個年代已經不需要再寫程式來架網站 寫網頁了 基本上你就是 把WordPress給安裝好 然後它上面有很多的外掛 各個不同的廠商提供的外掛 讓你可以把外掛給兜上去 你需要什麼模組 你需要什麼模組 我現在在講前沿喔 前沿的移這樣 你需要什麼模組 你就把它找出來 然後安裝上去 那基本上 這個網 你的網站就有這個功能了 那你不需要什麼功能的時候 你就把它移除掉 那你就可以把 你就可以解除掉那個功能了 那 我今天呢 呃 就以這個 老張俱樂部所出品的這個 我的會員網站 這個中文外掛為例 它正好是一個中文的啦 這個剛剛董老師正好提到說 這大部分的外掛是英文的 其實這對我們在台灣要 要做網路行銷來講是 有一點困擾 那所以老張在這 這部分有有 正好有出品一個中文外掛 今天正好是以這個中文外掛為例 好那 也是給大家參考說 大概外掛長什麼樣子 那今天分享的具體的目標是 你從啥都沒有 你今天沒有網站 你什麼都沒有 你連Wordpress都沒有 那 如何從啥都沒有 開始打造 打造出一個具備收錢功能的會員網站 會員網站 正好是最近很夯的一個議題 我知道 呃 台灣有很多的老師 開始開課程專門教說 欸怎麼架設一個會員網站 那 收費都 不是很便宜齁 那 收費都還算蠻高的 所以 我想應該是因為 這邊有 蠻多人有這樣的需求 那 老張自己本身是 技術底出身 那就想說 呃 今天的分享呢 會就會比較著重在技術上面 技術上面我們 如何把這個功能給架設出來 那 那 接下來這個 丁啊 這個收費會員網站啊 在老張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 他應該去至少具備這 五項功能 哪五項功能 第一項 會員的網站的存取 與權限的設定功能 就是 欸你今天有付費的會員 你可以給他看到什麼東西 那沒有付費的會員 什麼東西不能夠讓他看到 是 是有一些付費的資訊 這個要 要能夠做一個設定 那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 你這個會員網站 你必須要能夠讓他們註冊啊 要讓新會員可以註冊 那第三點呢 就是 會員的註冊之後 他們有繳費沒繳費 你要能夠進行會員帳號的管理 跟搜尋 特定的會員嘛 那第四點呢 就是 會員帳號的時效設定功能 比如說 這個會期 假設是 黏腳的會期 有的是月腳的會期 那這些不同的會期的會員 在那個時效到了之後 要自動能夠 自動能夠 讓他不再具有這個會員的身份 這個網站的功能 我認為一個好的會員網站 必須要至少做到這幾點 不要讓人 人在那邊調來調去 這個會比較麻煩 那最後一點是 他能夠直接收費 然後做線上的金流 就如同董老師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PayPal的部分 你如何能夠讓你的會員 不論是 綿腳還是終身會員 他在繳費的時候 直接在線上做一個刷卡 很快速的一個動作 那甚至說要定期 定期更新會期的時候 也是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那我認為這就是 一個收費會員 至少應該要具備的幾項功能 那接下來第二點 這個前言講完了 我就要開始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要加一個網站 大概要準備什麼東西 首先你加一個網站 我們來看到右邊這個 第二大題的右邊這個 紅色字 網站其實就是一堆的檔案 就是一堆檔案 那這些檔案都是程式 那這個程式 需要跑在一台電腦上 需要跑在我們講好一點的電腦 叫伺服器 需要放在一台伺服器上 那人家才能夠透過網路 去讀這些檔案 也就是看到你的網站這樣 那所以首先呢 你要做一個網站 你必須要去租用一台虛擬主機 當然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電腦來做 可是你自己的電腦的話 你就得24小時開著 然後這個不斷的供電 然後還有吃網路 但是你如果去租用虛擬主機的話 費用反而比較便宜 而且有專人替你管理 那早上在底下 這是推薦的幾家 就是台灣的廠商 我們就以台灣廠商為例 稍微跟大家敘述一下 這個長怎麼樣子 通常虛擬主機的租用 通常虛擬主機的租用 這些供應商他們都有他們的網站 那底下會講說他的規格是怎麼樣子 然後你要好 你要普通型的還是要更好的型 然後他網站空間給你多少 那每個月限定你多少流量 那需求分析你是 他是適合你做什麼樣的一個網站 你是要你要有後台的流量比較大的 還是說你是只是單純介紹你的企業 比如說我們像之前跟大家分享 那個三分鐘駕站的那個課程 那個各個網站 他的流量需求就算比較小一點 那基本上你在租用虛擬主機的時候 就是像我現在在做的事一樣 就是連到虛擬主機供應商的網站 然後找出適合你的服務 那決定了之後就繳費 那他幫你開通 那開通之後 你就會有一組帳號的密碼 帳號跟密碼 也就是虛擬主機帳號密碼 你可以透過網路就連過去 然後連過去之後 就可以對這個虛擬主機做操作 那接下來你就把你的網站 把你的網站的檔案 傳到這個虛擬主機上面 這樣就可以運作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有 接下來要講到第三大體龍 這個虛擬主機的操作 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 所以我們現在先 接下來進第三點 你要架網站 你需要有個網址 那網址勒就是 你在 你可以看右邊這個紅色字 網址就是你在 網路上的網店的地址嗎 你要有地址人家 才能夠進到你的網店 那所以接下來的事情 就是你要購買一個網址 那這網址一般來講沒有買斷的 你必須租用它 那它大概費用是 500塊一年 那比如說 老張自己本身的俱樂部 就是 右手邊這樣子一個網址 那網址到哪裡買 其實 很多供應商 你可以找 然後甚至是比價 比如說在這邊也指一個 以繪製WIS為例 這國內的廠商 當然國外也有 只是 國外的部分 可能就 可能就大家找 找上面要比價比比較多 可能 介面上是英文 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在這邊提供的是 台灣的 讓大家比較 這個容易方便的找尋 那比如說像這個網站 你就在底下填說 你要申請什麼網址 那你申請說 他有沒有用過 然後底下後面 你可以選說 你要用 你要後面的是.com 還是.com.tw 還是.org.tw 會有不一樣的費率 那通常我們商業上在做的話 通常是.com 或者.com.tw 跟大家講說 你是在台灣的做生意的 那底下就有他的標價 給各位參考 好 那當你有了虛擬主機的帳號密碼 那你又有了網址 接下來你就可以把 Wordpress這個平台 把它放到你的 所租來的這個虛擬主機上面 那那怎麼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進到這個第四大題的第一點 你要使用虛擬主機的帳號密碼 就是你前面跟他們 跟供應商租 租用虛擬主機的時候 還會給你的帳號密碼 那再透過他們提供的 通常是 通常是一個 網路上的一個網站介面 管理介面 那你可以在 那個管理介面上去控制 這個虛擬主機 那首先我們要架網站 Wordpress為例的話 我們 第一件事就是要在虛擬主機上建立資料庫 那今天不講技術的細節 只講如果你要做的話 怎麼做 最簡單 最有效率最快 我想 講他的理論 對大家來講 幫助也不大 可能大家也沒有興趣 我們直接操作給你看 那我們在這邊 假設以這個 這個國外的 國外的網站為例 今天會從無道友架一個網站出來 帶著大家看 看著我架一個網站出來 好 我只願以這個 國外的供應商為例 這是hostmonster 他的管理介面就長這樣 對對對 這hostmonster 謝謝東老師補充 hostmonster 你要登錄的時候 你是要用你的帳號密碼登錄 我是已經登錄過了 所以他才直接進到這邊來 那管理介面基本上就長這樣 這樣子 有很多的功能 你可以設定Email 設定網站 設定很多東西 還有檔案的管理 資料庫的管理 那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研究看看 那我今天講 我們要架網站其實 一開始不需要弄那麼多東西 很單純就可以把東西弄出來 我們畫盤為簡 那首先我點了這個 MySQL Database 這是一個資料庫的建置的頁面 在如果各位是注重這個 國內的虛擬主機供應商 他也有相對應的介面 就跟他講你要做資料庫 在介面上找資料庫就可以做了 在這邊建立一個資料庫叫做 John CL TEMP 然後點一下這個建立資料庫 這樣資料庫就建完了 有沒有很快 其實他並不會很複雜 好 那接下來你要控制一個資料庫 你需要有一組帳號密碼 這是控制這個資料庫要用的帳號密碼 所以你要在這邊 加入一個新的User 然後填入密碼 那就點Create User 那Create好User之後 你就要把 這個TEMP 這個TEMP 是我剛CREATE出來的 那 這是我剛 這個TEMP 是我剛CREATE出來的資料庫 那我就把這個User 連結到那個資料庫去 怎麼做呢 就是 就是Add User to Database 然後 然後 把這個User 加到這個資料庫 點擊 Add 然後把所有權限都打開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 這是 這是 以這個HostMonster為例 如果各位用的是 這個國內的 廠商的話 會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介面會全部是中文的 我不好意思 老當今天這個 正好手邊沒有 這樣一個中文的虛擬主機 所以 在這邊是以英文為例 好 那 接下來 這個我們第四大題的 第一點講完了 我們就是 用虛擬主機的帳號密碼 透過管理介面 建立資料庫 在這邊 也有寫 剛剛的步驟 建立資料庫的帳號 記得記錄那個 記錄那個你的帳號密碼 然後建立資料庫 記錄下你資料庫的名稱 然後設定權限 好 那接下來就第二點 第二點 我們要 WordPress這個網站 基本上就是一堆檔案 那一堆檔案就是要下載 我們要到哪邊下載呢 也是到這個網址 WordPress的官方網站去下載 這是 這是 第四大題的第二點 你們可以 在右手邊看到這個 下載WordPress 4.1 這是中文版的 那下載完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壓縮檔 一個壓縮檔 那接下來呢 你就把它解壓縮 然後到第三步去用 透過FTP FTP 上傳到 虛擬主機上面 用FTP 上傳到你的虛擬主機上面 那 FTP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程式 如果對沒有用過的人 有用過的人 你知道 FTP是什麼 那沒有用過的人 你只要把它當作 它就是一個程式就好 那 這個程式 你也是透過虛擬主機的帳號密碼 連到虛擬主機 然後就可以 把你的WordPress 這些檔案 傳到 這個虛擬主機上面 然後就可以讓大家去使用了 那我底下附上了兩個這個 兩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是 FTP的程式 免安裝中文版 第二個是 FTP的使用說明 我等一下會demo一次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大家 還是看不清楚 因為我知道時間很短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事後再去看這個軟體教學 其實網路上還蠻多可以看的 好 這邊demo一次 好 我現在開啟的這個軟體啊 它就是一個FTP的程式 那FTP的程式會要你輸入你的主機 就是你的虛擬主機的位置 你的使用者帳號名稱密碼 那就可以連過去了 那我這邊已經預設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連過去 連過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右手邊看到 你的主機上面的資料 如果你是剛開始駕站的時候 這裡面是什麼都沒有啦 那老張本身是因為已經 已經 這是我正在線上的網站 所以裡面都是東西 但對你來講 你當你沒有什麼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你連進來你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你就把你 Wordpress 這邊所下載的這個 在這個Wordpress網頁下載的這個壓縮檔 解壓縮 然後解壓縮之後呢 把整包壓縮檔 把整包壓縮檔從 從你的電腦 左邊是你的電腦的檔案 右邊是你的虛擬主機的主機 一個空間 你就把你從左邊拉到右邊去 那Wordpress就可以 被放到你的虛擬主機上面了 老張我補充一下 好 我補充一個壞消息 我剛剛才發現 我剛剛一開頭沒有錄影到 所以呢 大家現在要認真聽了 因為等一下 之後重播會從中間開始 我剛剛才發現 我現在才剛開始 才剛開始錄而已 Rish剛剛最後應該是有聽到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Rish剛剛有沒有聽到 但是 今天的到時候的重播會從 從現在開始 對 好 那你繼續吧 好 OK好 董老師 不好意思想加一下 就是我這樣講 會不會太快 這樣講阿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們問大家一下 中間休息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 我先把那個分享桌面關掉 對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阿 他這樣講 你大概聽得懂的 請按1 對阿如果呢你覺得 呃 你覺得 不是很清楚的 請按2這樣子 對 欸其實大家都 大部分人 還都聽到 你大致上聽得懂 對啊 所以因為沒有 沒有時間實際上 進入太多細節 所以他 所以老張只是把大致的流程 示範給你看 但是呢對於 你曾經嘗試過的人來講 你會覺得 喔 有一些細節上幫助 應該是會有啦 對 所以這邊只是大致上 帶領大家 真的你要從無到有打造一個晚站 其實 是有蠻多技術上的細節 其實 已經看起來不是那麼技術性了 對 OK好所以老張繼續 繼續 加速把它 把它 把它 架設完畢 對 喔好 因為我沒想到你是要現場架設 呵呵呵 所以請加油 我現在要什麼 我一開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要分享什麼 對 你既然要現場架設 你就要上吧 對 這個 董老師定了主題 OK 想說 那個全力達到目標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到 對 分享到大家回家也做得出來 對 你就大致上講 講一遍嘛 對啊 難度很高啊 怎麼要把 我以前研究的半年才做到事情 你要在幾分鐘之內講完 超難的 對 OK 好 嗯 我還是對剛剛就是有 有提說 聽不懂的 同學們啊 我還是 稍微再 稍微再總結一下前面的 流程 那 幫助你接下來 我不會搞不清楚 我稍微總結一下 前面基本上從 從第一點啊 從第一大題一路下來啊 基本上你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找到一家虛擬主機的供應商 然後跟他租用主機 接下來呢 你要再找一個供應商 跟他買網址 那買完網址跟有虛擬主機之後呢 你就把WordPress 這些程式碼 從網路上的網站 給下載下來 然後放到那個虛擬主機上 那這樣你就完成第一步了 那其他都只是細節而已 你在 再把這些細節的網址看一看 就可以了解 那 但基本上流程 流程就是 找到兩個供應商 把網址買了 把主機租了 把檔案下載下來 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 要進到這個 第四大題的 第四小題喔 我們 接下來要開始 正式的架設WordPress 我們檔案放上去了 放到主機上了嘛 那放到主機上之後呢 我們假設啊 假設我們已經買好網址了 然後這個網址叫做這樣 叫做http 然後 donsclub.com 那 在temp底下 假設網址長這樣 然後你檔案也上傳上去了 那你第一次 連進去的時候咧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歡迎使用WordPress 那 告訴你要怎麼 跟資料庫溝通的帳號跟密碼 都知道這些之後 你就可以點充了 然後資料庫名稱 大家也記得我剛剛 用什麼資料庫名稱嗎 temp 然後這是我的資料庫帳號 那資料庫剛剛設的密碼是長這樣 欸 老張暫停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看到你的螢幕耶 奇怪 你現在是有分享螢幕嗎 對 我們現在看不到耶 啊 慘了沒有耶 對你現在分享一下 okok 我剛剛才發現 ok 不好意思 所以 啊好好 ok 剛好關鍵出來了 實際上要架設緩戰了 對 現在跑出來了 對 慘了 挂了 哈哈哈哈 嗯 慘了我剛剛 大家等我一下 給我兩分鐘就好 好現在換我衝一下 因為我跟你講 兩分鐘我看到一段東西可以 技術上呢 你只要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架設Wordpress晚戰 然後呢 媽咧我還買書 然後只要一個地方 你卡住 你就卡住了 所以呢 這個齁 我以前 非常天真無邪的認為 買一本Wordpress的書 就可以解決Wordpress的問題 後來發現我錯了 然後呢 後來啦在2009年 其實我剛有機會 替那是我第一場的 網路行銷研討會 我那時候幫一堆 書店的老闆 然後上課 然後那時候想說我來實際 教他們 Wordpress也架設過兩三個網站 然後實際 教他們要加一個書店的網站 然後呢 結果呢 那一整天的研討會 啊 光安裝Wordpress 哈哈 搞的話在這上面 搞到最後出現了一些狀況 也是我完全沒有遇過的 所以的話我就發現 真的家戰 尤其是一開始 第一個 第一個網站實在是 真的是超難的 老張你好了嗎 我好了 繼續 我好了 狀況 好 假設大家這個已經買好網址了 然後把Wordpress放到虛擬主機上 那接下來呢 你就打入你所購買的網址 打進去 就用你的瀏覽器連上去 那連上去之後呢 就是你第一次進到Wordpress 他需要做一些設定 那你就 開始設定 那設定當中你會需要輸入你剛剛所建立的那個資料庫的名稱 然後帳號 還有剛剛那個資料庫的密碼 然後就可以送出了 他送出之後 他就會說 你要開始安裝了嗎 你就點開始安裝 然後開始安裝好了之後呢 你就要輸入你 他就問你說你的網站的標題啦 比方說在這邊 輸入一個標題叫 老張的第一個家 然後 帳號名稱 你在這邊開設的帳號 第一個帳號是管理員的帳號 跟Windows很像 然後你可以輸入管理員的密碼 還有你自己的電子郵件 接下來就點選 底下的安裝Wordpress 這樣就安裝完了 對 刺激的地方 Wordpress這樣就安裝完了 對 這樣就安裝完了 這個我們第四點就到這邊 設定網站標題 管理者帳號密碼跟email 然後都安裝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點登入 對 我們在登入的部分 就打入剛剛所 所開立的這個管理員的帳號密碼 打好之後就點登入 好 那接下來 這個Wordpress的初始設定 設定完成了 我們要進第五個部分 叫做Wordpress的前後台介紹 首先我要跟您說的是 這個Wordpress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部落格系統 什麼叫部落格系統 什麼叫部落格系統 也就是說它有前後台 前台咧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 部落格 你可以發文章 你可以發文章 然後你有近期文章 近期迴響跟匯整 網站管理跟登入登出功能 那後台的部分呢 就長像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後台 我們可以管理文章 可以在後台 管理這個全部的文章 你發表的標題是什麼 作者是誰 怎麼分類的 都可以管理 那你也可以新增文章 基本上就是一個部落格 應該有的功能 你Wordpress剛裝上去就有了 你可以輸入標題 輸入內文 那你也可以管理回響 就當有人呢 看了完你的文章 你也可以在後台進行管理 你可以把它駁回啦 或讓它發表啦 把它丟掉 或者是讓它發表出去 這個回響的管理 可以在後台做到 另外在這邊要跟大家提的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頁面 這個頁面呢 它不是文章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網頁 獨立的網頁 你可以在你的Wordpress當中 連到這些獨立的網頁 那通常你可以拿來做一些 會員專區啦 你也可以拿 會員專區 可能放一些檔案 放一些影片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個銷售頁 這就是頁面 它跟文章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邊 頁面呢 進到裡面來看 一樣是 有一個管理介面 它可以管理你有什麼頁面 那同時你也可以新增頁面 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會員網站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開一個 付費會員專區吧 好不好 付費會員專區 然後 這個內文就可以寫 裡面放的都是 付費會員專屬的好康資訊 好 我們就把它發表出去 好 那這樣我們的一個頁面 就建立完成了 那你日後想要修改的時候 也可以再回到這個 這個地方來修改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頁面 可是你在這個 前台上面怎麼連到這頁面 你需要設定選單 好 那選單怎麼設定 我在這個文件上有寫步驟嘛 我們到控制台 外觀 然後選單 在選單裡面呢 我們來建立選單 主選單 然後選擇說 主選單是 在附行主題的哪個位置啊 然後要包含哪一些頁面啊 好那選完之後 剛剛這是 範例頁面嘛 還有我們剛剛自己創的 付費會員專區 選完之後我們就儲存選單 好我們現在回到前台 做個重新整理 各位可以看得到 左邊就出現了 付費會員專區 跟範例頁面 好 這就是Wordpress 你要連到 頁面的時候 你可以設計一些選單 好讓 你的訪客呢 可以 快速的連到 這些頁面 這是付費會員專區 好那 除了這些之外呢 Wordpress還有 還有兩個Dub的功能 一個就是帳號管理 另外一個是外掛管理 什麼是帳號管理呢 我們點選 後台的這個帳號 你可以看得到 跟文章跟頁面一樣 帳號也是可以管理的 你可以開好多帳號 給不同的人 然後 讓他們都可以來 登陸到後台 做一些操作 甚至是發表文章 不是說你的部落格 就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發表 你的網站只有一個人可以管理這樣 好那 還有一個部分是外掛的管理 外掛管理 就點外掛這邊 你可以看得到 已經安裝的外掛 這邊就是已經安裝 你可以把它啟用 也可以把它暫停 也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要安裝外掛也在這邊安裝 大家還記得 大家還記得老張在前面一直講到嗎 就是我們現代的建立網頁的方法 已經不是跟過去一樣了 過去都是要人工一行一行程式碼去寫出來 好 這也是 這也是職訊局常常在教的 就是寫HTML寫JavaScript 這些語法 但是現在呢 到了Wordpress 到了現代的這些平台都出現之後 在Wordpress上你可以安裝模組 就好像我們在機械設備上 我們可以安裝不同的零件 這個外掛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零件 那不同的零件就有不同的功能 看你需要什麼功能 你就把它裝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這就是 第五大點 Wordpress的基本介紹 那接下來在第六大點呢 我要跟 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這個 安裝會員網站外掛 今天我要講的是會員網站 那依照前面我們一路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 大家應該馬上就發現了 那所以就是Wordpress在裝一個 會員網站的外掛就搞定了嘛 沒錯 就就跟您想的一樣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到後台了 外掛 安裝外掛 然後把外掛給上傳上去 然後我們在這邊以這個 老張自己家的這個中文外掛為例 我們來操作一次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的外掛的檔案在這邊 它是一個壓縮檔 這一次我們不用解壓縮 我們直接點安裝外掛 然後把外掛直接上傳上去 選擇檔案 然後點擊 接下來點選立即安裝 到後一會兒這個外掛就安裝完成了 那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只要點擊這個其中外掛 那這個外掛呢 就安裝在Wordpress上 而且開始可以讓你使用它的功能囉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 我的會員網站 已經安裝在這個Wordpress的外掛當中囉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會員網站的功能 我們在左下角看到了我的會員網站嘛 那接下來我們到第七大題 我們就要講這個設定會員網站外掛 大家還記得我前面 老章前面提過說 一個收費會員網站 你的功能至少要有哪些東西嘛 這個收費嘛 還有存取全線的設定會員的註冊跟帳號管理 那我們在這邊就一步一步帶著大家 針對這個外掛來設定囉 首先是這個線上經由的設定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訪客 為了要讓他訂閱你的會員的時候啊 能夠線上刷卡 我們只要到會員網站裡面呢 找這個付款管道 在付款管道裡面有一個PayPal Payment Standard Gateway 你把它啟用 啟用完成之後呢 我們點選他設定 那這邊你要有一個PayPal的帳號 然後你只要把你PayPal的帳號名稱打進去 然後你的站別設好台灣 儲存變更 這樣PayPal的設定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你還會需要設定的東西就是匹別 匹別的部分 那在控制台的參數設定 這個我的會員網站自己的控制台喔 然後可以在這邊設定他的 設定他為新台幣 各位如果是用其他的會員網站的外掛的話 也會有類似的功能 所以老張在這邊只是給你一個 一個觀念就是會員網站大概會有這些功能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這一款外掛的話 大概在這幾個地方可以找到這些設定 那如果你是使用其他款外掛的話 就可以在相對應的地方找找看 他一定有這些設定可以讓你設定的 因為這是基本的功能 那接下來這個付款就設定完了 在這個設定完成之後 你的訪客他想要線上刷卡或PayPal付款 都可以輕易的做到 那接下來你要做的設定 是會員的網站存取懸線設定 我們這邊要先開啟這個固定網站 然後點選月份 接下來我的會員網站有個小幫手 展開到他的管理介面這邊有個小幫手 歡迎使用 那你要開設什麼樣的一個會員網站 你就點一般的會員網站 然後點擊下一步 然後你要創建幾個會員等級 比如說 好像現在要創造終身會員 終身會員一個等級 然後再創造一個年繳會員 創造兩個等級 一個是付一次的費用 終身享有會級 另外一個是 一年付一次費用 每年要再繳一次 那底下我們會勾選 用來控制所有未註冊訪客 存取全線的會員登記 然後再點選你的付款管道 這是剛剛我們設定的 這個PayPal Payment Gateway 那接下來再點完成 那你的會員網站的幾個全線設定就完成了 這邊還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要按 立即啟用這個會員網站的網站保護功能 這樣就設定完了 那這設定完之後 通常一個 一個會員等級 你會可以設定會員等級的存取全線 那在這個網 我們目前看到這個會員網站為例 存取全線是什麼 我們就是要讓沒有註冊的訪客 他不是年繳會員 他也不是風聲會員的話 你就要讓他沒有辦法看到那個 剛剛我們開立的那個會員專區嘛 那這個怎麼做到呢 你可以找到通常會有一個 那個全線存取的地方 那在這邊我們 全線存取的地方會長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針對未註冊訪客 去編輯 在這邊我們做一個負項表列 然後把剛剛這個頁面給找出來 那把這個付費會員專區設成負項表列 那這個未註冊訪客 然後負項表列 付費會員專區這個頁面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個未註冊訪客 他是看不到這個付費會員專區的 我們更新一下 好 那這樣我們設定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效果 假設我開一個另外一個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上面 我不對這個網站做登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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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打那個你剛註冊的那個 那個網站 對阿 我在打我剛剛輸出的那個網址 好 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的這個頁面阿 付費會員專區範例頁面 你看範例頁面我點下去 還是可以看得到它的內容 但是付費會員專區點下去之後呢 因為我沒有登錄嘛 我是沒有登錄的訪客嘛 也沒有匯集 所以我在付費會員專區看到就是 受保護的內容 不給我進去耶這樣 那這樣子我們很簡單的就 達到了這個會員的那個全線設定的功能 那另外通常要加一個這樣子的會員網站 還會有一個東西叫做訂閱方案 什麼是訂閱方案呢 就是針對這些匯集你的標價還有你的敘述 那假設我們在這邊寫年腳會員好了 年腳會員你可以寫說 你就可以寫一些敘述啊 寫說年腳會員可享有什麼東西 然後價格的文字說明 比如說一年五千元一年年腳 那底下你可以設定說 它是不是需要定期更新它的匯集啊 還是永久有效 那像這個中生訪 中生會員它就是永久有效嘛 那以這個年腳會員為例 它就是需要定期更新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設成 一年要更新一次 那價格是五千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嘛 那點選更新 那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這就是訂閱方案 那訂閱方案你都設定完成 那你的付款管道都設定完成之後 一個新的會員 他想要註冊你的網站的時候 他就可以被導到這個註冊 這個付費的頁面 然後直接進行付費 也就是我們下一個要講的 這個要能夠有會員註冊功能嗎 那在這個 在這個我們目前所建立的這個網站 為例啊 我們可以找到註冊這個頁面 這是我的會員網站 這一款外掛 所自動產生的一個頁面 那在註冊這個頁面當中呢 就會寫說 你有幾種會員等級的付款方案 可以給他 那像這邊我們剛剛就 年腳會員可享有這個敘述嘛 這個可享有什麼權利 這敘述就在這邊 然後價格的敘述就在這邊 那如果你的未註冊訪客 他想要加入的話呢 他就點選我要加入 然後他就可以創建帳號寫他的名字 比如說 他叫王大明 帳號名稱可能 AAAAR 那Email可能 他可以輸入密碼 那輸入完這些資訊之後 他可以註冊一個帳號 Email被使用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填完資料之後呢 他就會問你說 請檢查一下訂閱資訊是否正確 你要支付的費用為何 那如果你有優惠碼的話 可以在這邊輸入 那對方如果輸入的優惠碼是不存在的 他就沒有辦法通過 如果存在的話就可以用 那接下來他就可以點選繳費 小費時呢 就會被自動導向 這個付款的頁面 這是PayPal的收款頁面 他如果 對 PayPal的收款頁面 他可以填寫他的信用卡資訊 那如果他的電腦 因為老張的電腦自己是設定成 就是自動都會顯示英文啦 那如果他 你的訪客他的 電腦預設是中文的話 他在這裡也看到會是中文的頁面 那這邊就可以 他就可以選說他要用PayPal付款 還是用信用卡線上抓卡 在這邊跟大家簡短講到這邊 那關於會員帳號管理的部分呢 就像這樣 一個會員的清單 讓你可以管理他的訂閱方案 跟會員等級 讓你可以管理每一個會員 這是我們剛剛註冊的帳號嘛 現在就馬上顯示出來了 好 好 那 呃 一個 一個 簡單的會員網站啊 到這邊就 架設完畢了 那希望剛剛講的還 還 還 希望剛剛講的不會讓大家很 很困惑 基本上 我突然發現這部分 還蠻困難的 哈哈 我要回饋一下 你還有什麼要講啊 你下面可以跳過了 哈哈哈哈 對我今天下面可以跳過了 講太久了 你的結論可以來下一下 哈哈 好 結論來下一下 好 我想下的結論是這樣啦 就是 我覺得今天 今天不論剛剛講的東西啊 就是還只有他的複雜性跟細節 可能需要各位就是親自去 踹踹看 會比較清楚 那 但是 我想剛剛大家都認同一件事就是齁 在這個時代啊 我們要架一個網站 已經越來越容易了 你一行程式碼都不用寫 就可以架一個網站出來 我剛剛我從頭到尾到現在 我一行程式碼都沒有寫到嘛 對不對 那很多東西都已經 模組化 零組件 你只要 找到合適的零組件 裝到你的網站上 那就可以把它 給架設出來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講這個 老張自己本身認為啊 這個電子商務的技術啊 已經很趨近成熟了 大家未來要在網路上賣東西啊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 一技之長啊 想要 把它變成網站的話 現在正是時候這樣 這個 就是 你已經不用學一趟程式碼了 那你只要 擁有一個網站的話 基本上你學後面的操作 就不會這麼困難 那 也就是這個 全民網路行銷的時代啊 正式來臨 正正的趨勢現在才要開始 有志之士 不要錯過 那底下 跟大家講就是 如果 今天講這個 還有問題 歡迎各位來信給我 我這個 老張的email在這邊 那也歡迎到這邊 這個網址去註冊 我老張會定期發 就是 薪資給你啦 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把時間 快速還給 董老師 所以呢 我這邊也要來解語一下 我的心得 對 因為說實在話 真的一開始要加一個會員網站 真的要摸的東西很多 要學的東西很多 因為第一個 像剛剛老張用的那個 我的會員網站 那個只是 眾多的會員網站的外掛的選擇 之一而已 每一家的會員網站的外掛 它功能又都不一樣 你又要重新下去學習 幾乎又都是英文的 所以啊 它使用教學又臭又長 你可以看到 一個會員網站 它其實功能非常多 所以啊 如果你要自學的話 像剛剛老張幾乎就把我的那個 Wallpress Wallpress初學者課程 整個把它講完了 基本上 已經把我付費課程的內容 大致上要講完 而且講得更多 所以啊 呃 所以有沒有什麼更快的解決方案 因為呢 像剛剛這樣子架設啊 在很熟悉的人面前 就是大概一兩個小時 大概就OK了 因為這是熟悉度的問題 而且已經很熟悉整個 整個會員網站的架構了 那也很清楚 一個會員網站該有什麼功能 所以操作起來特別快 但是呢 如果啊你是 第一次自己架 那 我跟你講那真的是摸好幾個月 啊有些摸到最後就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 所以啊老張其實在這一次啊 他有 他有 給大家一個機會 可以呢 來讓你啊 就是來讓他替你來架設 上面所有這些 然後還有更多 那 有興趣的人啊 我現在貼那個連結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先點一下 這個啊 呃 點進去之後啊 你會 你會看到呢 呃 我先分享一下桌面給大家看一下 啊大家點進去看 就會看到跟我一樣的地方 OK 老張他其實啊 這是駕仗達人的 駕設速度 駕戰速度超快的 我都沒想過他今天會分享現場加一個Wall Race 然後直接又 又講那麼多 正常來講我是覺得不太可能講那麼多東西 OK 所以啊你可以看一下 老張基本上呢就是希望呢 如果啊 你覺得你上述聽起來好像懂 可是呢 感覺 你聽一聽之後你得到一個結論 媽啊 我要實際加 有點心聲卻步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認為啊 你現有已經有產品 或是日後啊 你想要自己加一個 呃 會用晚站而且可以收費的話 那老張這邊提出來的方案 基本上就是 由他呢 來當你的工程師 那 由他呢 來替你加站 而且啊 你 你剛剛看到了 像那個會用晚站的外掛 還有更多的外掛 他全部都幫你放上去 所以這一頁其實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就是包含啊 整個虛擬主機跟網址 然後他都會全程的協助你 然後去架設 然後包含剛剛的大家看到 去架設一個Wordpress的 部落格 然後當然呢 Wordpress的基本教學 他都會教 然後呢 還有剛剛打造的會用晚站的功能 他其實所有的 剛剛那支外掛的教學 他全部都錄影好了 而且他特別把這個 這個外掛呢 把他中文化 所以呢 中文介面 畢竟看起來比較親切 可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中文介面 不會因為他看起來比較親切 就 比較好操作 因為你還是要 有人教你要怎麼操作才行 然後呢 還有呢 你要怎麼安裝購物車 OK 然後呢 可以真的收費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是 你現在看到這頁面呢 這種銷售網頁 你要賣東西 賣產品 你一定要有一個銷售業嘛 像我每次發售產品 都有一個銷售業 我們現在 也是 現在全台灣呢 開始正在流行的 最熱門的 銷售業外掛是什麼 這是我 還有最近呢 幾個老師呢 大家呢 開始 不約而同在使用 這一款呢 你現在看 我們就是用這一款外掛 來打造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的頁面 我現在所有的銷售業 都是用那一款外掛 目前在台灣啊 五根手指頭以內的老師 有在教而已 所以呢 老張大概是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OK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學 你幾乎找不到老師學 所以呢 老張也把這個外掛完整的教學呢 都跟你講 那大家就可以一虧了 我們究竟是怎麼做出呢 看起來 還蠻專業的 而且事實上做得非常的快 的銷售業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整個 布金主題的操作 就是 網站的外觀的操作 還有更重要的是 網站打造完之後 你其實 我最怕的就是被駭客入侵 駭客入侵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就要有備份 備份之後你要 把你的網站整個還原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在這個年代 你不想遇到都很難 所以呢 我們呢 老張也特別呢 把 備份的外掛 中文 整個中文化 還有詳細的教學 所以基本上整個施工完之後 你會看到的 網站呢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商務型的網站 通常啊 如果你要請 網頁設計公司 來替你加這個網站 最起碼就是商務 商務萬塊起跳 但是老張現在呢 就是 他還會不只這樣子 他替你呢 他可能 以他的實力他五天內就把他架完 事實上他要的話一天 就可以把他架完 所以 由他呢 你來借他的力呢 然後之後呢 有任何售後服務 對 你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你都可以全程的 就是 你都可以問他 這樣子 然後他不只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贈品 他還送你呢 他最近 商家的課程 價值大概一萬塊左右的課程 就是 會晚站實戰的步驟 起步的步驟 OK 讓你弄懂了 到底呢 會晚站什麼 要怎麼樣在網路上銷售 的種種的要素 OK 然後呢 還有最重要的其實是 Wordpress的外掛 我剛剛一開頭有講 有兩萬多個 所以呢 他是千奇百怪 那老張呢 這邊呢 他外掛有分免費 跟付費的 那老張這邊呢 其實呢 就是會去代理 一些付費的外掛 甚至把他中文化 然後再提供完整的教學 這在台灣啊 幾乎是沒有看過 這種服務 非常非常少 也是手指頭數得出來 所以呢 老張現在其實已經有 我上傳幾款中文化外掛 其中一款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我的會員網站這一款外掛 然後還有備份的外掛等等的 那這個是一個終身會員 就像我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 終身會員 你只要付一次性的費用 日後 他上架的中文化外掛 就像呢 我上架在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產品 你都可以免費的獲得 OK 這是非常非常巨大價值 那還有很多啦 還有 還有所有的教學 換句話說呢 他願意幫你 架設 只有 一萬兩千塊左右 可以幫你架設 會員網站 會員 就是商務類的網站 而且還有 整個都是中文介面 而且還有完整教學 大部分網頁設計公司 替你設計好之後 你要多新增一個頁面 要多 少一個頁面 他都要額外收價 你要幹嘛 他也不付什麼教學給你 你有任何問題 你就是得問他 然後他都會 在額外收服務費 導賬補費 他把所有的教學都錄給你 所以呢 你有任何問題呢 你也可以詢問他 他是負責 負責教你交匯到 你可以自行的去操作 這個是呢 Wordpress跟一般傳統 架佔的最大的差別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啊 有掌握住這個機會的話 我呢 額外還會送你一些贈品 因為我們今天是在談Wordpress 所以呢 我會第一個送你呢 現在我好像是賣一千塊吧 Wordpress初學者課程 所以呢 如果剛剛老詹呢 架佔的過程 架設Wordpress過程 你不是很清楚 沒關係 你可以看我的Wordpress初學者課程 我有教你怎麼架設Wordpress 但是用的方法可能跟他不太一樣 因為架設一個Wordpress的初學者 不是啊 Wordpress的網站 安裝Wordpress就有 至少三種以上不同的方法 那我會弄一個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 至少感覺比剛剛 他那個方法還要簡單一點點 也許不會更簡單啦 但是都差不多 那額外呢 我還要再送你呢 我之前出版的 WP社群病毒外掛 這個外掛基本上就是呢 他呢能夠讓別人啊 就是要先分享 例如說按账 或是用Google Plus One 對然後呢 要按讚之後呢 他才可以看到呢 呃 例如說你免費送他的電子書啊 或者是一些內容 這個呢可以免費的增加你晚站的一些流量 因為對方按讚之後呢 呃 他的好友就會在臉書上看到 那這個外掛有三款 那我在過去是賣兩千塊 那你現在要買你也買不到 因為現在只有加入我終生會員才有 對然後我還有贈送額外 的其他贈品 所以整個整個的價值是大概三千塊 如果你這一次呢 有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我就送你這個三千塊的外掛 然後還有一款我們之前出版的 WP神奇妞 這基本上就是說呢 呃 你呢 就是例如說你有一個銷售影片 然後你可以設定呢 在你 呃 講 講三分鐘之後 然後呢 就彈出來那個購物車按鈕 然後讓別人購買 這在國外發現啊 如果啊 別人到你的銷售 銷售頁來看 然後看你的銷售影片 然後在適當的時機呢 你才出現 購物車的按鈕 這樣子呢 會大大的增加銷售量 所以這個外掛基本上就是實現了 這個功能 那 呃 我呢 就直接貼給大家 去參考這兩個產品 我現在就貼在 我現在就貼在那個 對話框這邊 然後讓大家參考這兩支外掛 的 的 說明 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回家可以 自己參考 然後 還有一個WP初學者的課程 如果你還不清楚我有這個課程的話 所以我也送很大 全力支持老張 這些 這些 這些贈品加起來啊 大概五千塊跑不掉了 所以呢 你等於呢 是呢 買我 買我這些贈品的 老張還免費幫你 大家好 董正 那在 這裡呢 我要跟你 我現在呢 貼給大家看 我WP初學者的課程 所以大家看得到 我其實一直以來 有在出WP的 的 的產品 這是因為我真的非常認同WP 全世界現在有五分之一的 晚站 或五分之一新架的晚站 都是由WP打造的 這個數據很誇張 對 也就是說五個人 五個人呢 要架晚站呢 有一個人是選擇 學WP 這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無法擋 而且WP才大概有十年的經驗 就已經呢 全力變成 全世界最熱門的架戰系統 原因無他 就是因為 大家可以看得到 老張這樣子熟悉的人 你只要熟悉了 你 你架設一個 你安裝一個WP 不到十分鐘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 你就很快添加一些功能 所以你要從無到的打造一個晚站 會比過去要花幾個月的時間 現在變成幾天的時間就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你要 但是呢 就像我講 如果你沒有一個工程師協助你 你只要卡在任何一個環節 你就會卡住 而且你常常都要看英文的東西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 如果讓我再選一次 我有認識老張這樣子的人 我當然就請他架設 尤其是他如果是 他現在算那麼便宜 我看說拜託先 把我U比一下 我以後 至少會加兩個晚站 OK 再請他幫我架設 這樣子可以節省我非常多 我半年的摸索 時間就是金錢 你可以讓我多半年的時間 我可以多賺不少錢 OK 所以整個投資報率非常高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購買啊 可是你現在卻沒有需求 要架設晚站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先把U比下來 先日後有一天啊 你要架設都OK 這是給大家參考 那我呢 現在呢 就貼那個 欸我剛剛是不是有貼那個 呃他的整個銷售頁的那個 連結 就是這一個 如果今天大家 呃我現在也貼到我的那個社團 如果你對話框沒有看到的話 對 那你現在在臉書社團呢 去點擊 對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這個 介紹非常的清楚 如果 現在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可能到這個社團來發問好 因為社團能夠直接打中文字 OK 或者是你結束之後 我現在 建議大家現在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先來問 然後我們 就直接在臉書社團呢 跟 呃回答大家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呢 如果啊 你覺得 啊 我現在只要加 就是 我現在沒辦法一次絞親的話 其實 呃你也可以 呃 來信去跟老張談分期 原則上呢 就是 你可以分個兩期 OK 然後呢 等你絞親之後 老張呢 在整個開始幫你施工 因為施工起來的速度很快 你只需要呢 告訴老張 你的 網址要買什麼 對 那老張 他剛剛有示範給你看他加戰的速度 對 非常快 如果他沒有加講解的話 他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對 然後 在那個三分鐘加設Weberley 前三十秒呢 都還沒註冊賬告 所以他只有花了兩分半 如果他沒有講解 大概一分半 就可以弄出一個 超級陽春的晚站 所以基本上呢 真的專家就是專家啦 因為工程師 他真的很熟悉他的專業領域呢 呃他信手年來呢 就解決了 你困擾 你可能 像我以前 隨隨便便 一個問題 我就要在網路上搜尋老半天 那現在呢 你購買老張這個服務呢 你等於是加入呢 他的終生會員 對 這是我說服老張呢 提供的方案 對 因為呢 你呢 也不是呢 他的一次性的會員 就是呢 他替你加網站之後 就拍拍屁股走了 我是建議他說 就是完整的收入服務 而且提供終生會員的資格 這樣子呢 你架了這個網站之後呢 日後他還有上傳新的外掛 幫你中文化教學 你都可以 一直一直 免費的獲得 那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問他 那在現在呢 這個終生會員呢 才一萬多 這根本就是 就是 你在坑他 就像這樣子 人家博士級的專業人才 然後呢 願意 第一屆 用見價呢 來提供你這麼專業的服務 我覺得大家是賺到了 這也是我希望老張呢 能夠 為我的讀者 就是你呢 有呢 一個 真的是史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麼專業的人呢 史上提供到 這麼便宜的價格 這我從來沒看過我在台灣 有人 有人 有人開過這麼低的價格 所以事實上 而且又是終生會員 我老天 我一開始我終生會員 我晚站沒幾 我的產品沒幾個 我終生會員的會費 收兩萬塊以上 OK 所以啊大家現在如果 把握這個機會就賺到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困難呢 呃 現在就可以先留言問我們 或者呢 就是 你不好意思公開問 那你就 私底下寫信給老張 那如果你有下載那個PDF檔 裡頭呢 都有 都有 他的聯絡資訊 或他的email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次啊 我們就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線上演講 讓大家體驗一下 真正的要架出一個 能夠收錢的 會員晚站 他需要耗費呢 的心力大概是多少 然後呢 他中間會遇到多少的困難 那當然在專業的人面前 我是扮演那個 中間遇到多少困難的人 分享給大家 我弄了半年 才好不容易懂 Wallpress是什麼 那 呃 但是呢 在一個專業的人面前呢 笑笑笑 一下子 一下子就搞定了 這真的是 樹葉有專攻 所以呢 我後來還是覺得說 我還是專注在我的網路行銷的 知識的傳授 雖然呢 有一些必要的 技術面的東西 我必須克服 對那 呃 但是呢 我盡量呢 以 人不學程式 人少動到程式 對 或者是呢 人少 人越少的技術 就是越好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原則啦 對就是 所以這樣子才 把呢 真正 真正技術面的東西呢 外包給我們的工程師去做 這樣子我才有辦法 著重我的心力呢 再創造更好的產品 或更好的課程給大家 那技術面的東西 就像一些晚戰優化 或架設 或是一些設定 就交給我們工程師去做 所以呢 希望呢 大家呢今天呢 或多或少應該 相信大家都有學到東西啦 對那如果你有什麼 呃 如果你有什麼心得啊 或什麼想問的 現在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這個臉書這邊 臉書社團 如果大家現在沒有臉 如果你是比較晚到的話 我現在貼給大家那個 社團的連結 就是 你可以到這邊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這個社團 請先申請參加 我等一下馬上會幫你審核 對那大家想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不好意思啊 就是有超死了 因為我們事先沒有 沒有預言 ok 然後呢 所以大家還肯待在這邊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絕大部分 九成的人都還 八九成的人都還留著 ok 所以 呃 如果你覺得 我們現在做個調查好了 呵呵 你覺得今天 因為我們 就 剛好大家在線上 我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不下線 呵呵 所以做了調查 對 如果你有問題 你就隨時發問 那 你覺得今天的分享啊 你就大家就公開 只有我們自己人看得到這樣子 對那 呃 如果滿意度啊 就是 1到10分的話 對不對 最低1分1分 然後最高分10分 這樣子 對那請你呢 給個分這樣子 1到10分 呵呵 給個分 讓我們即時回饋一下 讓我們知道說 啊我們之後 要不要技術性的東西 不要講太多 還是 還是 還是說 還是觀念講多一點 還是呢 還是什麼 什麼螢幕要調好一點的 我不知道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反正每次辦 現在 線上演講的狀況超多的 OK 喔 有人說 我是外韓 所以是那個 哇 平均得分 平均得分 大概有八分左右 對 大概有七八分 7.58分左右 OK 所以還是 整體來講還算滿意 感謝 感謝大家 謝謝 所以啊 之後啊 有機會 我們會記取 今天的一些 教訓 對 如果你有 任何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歡迎再跟我 來信 或者是 在社團留言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大家 還想要了解 更多一些 技術上的東西 因為其實在台灣 很少人辦線上演講 是在談技術面的東西 我大概是第一個 看到 有人在 線上演講 架設 我本來是晚上給你看的 我說 我通常都不敢這樣子做 因為呢 一個不小心 就會掛掉 會非常的糗 所以剛剛有那麼 會一瞬間 老張 錯了一點小錯 可是他大概兩分鐘之內就修復了 這要是我 就 就死掉了 所以我從來都不敢再 線上演講去 去 去示範技術面的東西 因為實在會出錯的可能性太多了 對啊 所以 如果大家覺得 反而我們這種 技術方面的 分享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 覺得不錯的話 其實我們日後 你可以指定啊 你想要老張示範 架設什麼技術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 甚至 甚至你要介紹那個 虛擬主機的操作 不知道 只要大家有這個需求呢 我們日後都還是有這個機會 替大家舉辦 但是你可能要寫信 寫信來跟我們要求一下 對 那今天的話就是 藉由這個機會 因為老張最近呢 呃 剛好呢 呃提供這個服務 對 價戰的服務 OK 所以呢基本上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希望大家能夠把握 這個我現在 像我現在終生會員都漲到十萬八 大家之前最便宜也是兩萬四買到 那老張呢 呃算是乾出道 對不對 那我又一直call他 對不對 告訴他不要 用太貴 對然後盡量給我的讀者優惠 所以你才能夠 用這麼便宜的方式 然後獲得這麼多 的內容 OK 所以 呃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OK 所以呢如果啊你 現場啊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就私底下 你可以再 你可以再寫信給那個 欸有人填好了 OK 先讓我知道 填好了 你有興趣啊 了解更多 或者是需要老張啊 再寄更多資訊給你的 人 可以麻煩打個1嗎 讓我知道一下需求 對那我會再 我會再請老張這一兩天呢 再多寄一些相關的說明 或者是呢 就是能夠讓大家更 更了解就是他提供的服務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只是 最後花一點點時間來 講他的服務 但畢竟要加一個晚站 其實是需要 花不少時間來 來那個啦 來思索啦 來考慮 因為 沒事你加一個晚站幹嘛 但目的就是 我也要能夠把你的 把你的那個 產品上加 或是 當然這會晚站 不只用在宣傳你自己的產品 你也可以拿來 宣傳別人的產品啊 像做聯盟行銷等等的 但是啊 我覺得這一條路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真的要走網路行銷 或是想要在網路上創業或賺錢 你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晚站 像之前那個五名啊 去年最大的教訓就是 大家都一直用免費部落格五名 結果倒了還真的倒了 我們說好幾年說可能會倒 然後他都不倒 結果去年真的倒了 大家就哭了對不對 所以啊真的 免費的就是 你沒有把握 像Facebook 你只要是 成立在別人的平台上 靠別人的平台吃飯 賺錢 就是總有一天都有可能 帳戶就被關掉 或是他的服務就被倒掉 最安全的做法 還是由你自己的晚站 對那今天呢 有這個博士級的人物呢 來做你的後盾 你有任何問題還可以問他 我跟你講台灣就是沒有這種人 台灣目前至少在網路行銷裡頭 我所認識的所有的一些老師 沒有人到這麼專業 而且願意提供這麼大的價值給你的 這是真心話啊 因為事實上我三年多來 就是沒有看過 我看過 我看過不少人 最近不少人 甚至以前 不少人在教會員晚站 可是沒有一個 可以提供到 所謂的終生會員 這個 有沒有一個呢 大部分呢 甚至 大部分其實 收費一兩萬塊 是很正常的 可是那是教學 他教你用 他教你耶 教你很簡單啊 老張今天就把他的教學拿來賣 賣你一萬二也可以啊 他可以就這樣子 就賣你一萬二了 可是他架設你要自己去加 但是呢 老張現在呢 是把教學 算是 價值三萬塊的教學 是免費送給你 他可以拿來賣的 而且事實上 市面上的老師 也都是拿來賣課程 啊 價戰呢 不好意思自己加 但是老張呢 不只呢 賣你這個 不賣你課程 課程等於是送的 然後實際 還幫你買衣送一下去加 大家都知道這個價值非常巨大 我必須要 呃 跟大家比較 我這幾年看過來 絕大部分的網路行銷老師 如果教你駕站 都是教你 但是不會實際幫你駕 大家知道這個是非常大的差別 那等你真的學過之後 像我的Wordpress基本教學 對 那我也是教你駕 對 我沒有幫你駕 對 那實際上你在操作的時候 根據我的經驗呢 有一半以上的人 沒有辦法看這些教學 然後就實際自己操作出來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講 技術方面的問題 一個地方卡住你就卡死了 對 那 那老張可能 如果你去問那些老師 回答起來要東花時間西花時間 花非常多時間 還不一定可以解決 那與其呢 會有這麼多問題 那老張 就決定 我乾脆呢 我的專業夠強 我加一個晚上沒多久 那你自己亂搞 東學西學要學老半天 那我幫你架好 教學上免費附贈 這樣子就等於徹底的解決 你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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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服務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阿如果阿你還有興趣的話 就再麻煩那個 OK 所以呢 我看一下社團他們什麼問題 我確定一下 有包含 沒有包含虛擬主機 跟王帝 好所以呢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呃 非常感謝大家 撐到最後一刻 哇 將近八成的人 從頭到尾 大家這邊 對 非常感謝 所以我們今天的線上演講到這 最後老張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對於你的方案 呃 那個 剛剛有一個 有位朋友提到說 那個包含網址跟虛擬主機的費用嗎 這個部分 我也回答說 因為這個需要跟供應商另外租用啦 所以 所以這部分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包含在自己的那個 服務的費用當中 但是齁 那個 剛剛大家不要被剛剛那個嚇到 剛剛我 我開了幾個台灣的供應商的網站 那他們 他們的虛擬主機的費用 跟網址 其實 不是很便宜啊 這個部分我會帶各位 幫各位跟那個國外的租用 會比較便宜一些 那可能可以到虛擬主機 可能一年大概3K就夠了 3K以內可以解決啦 然後網址的部分大概500以內可以解決吧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那個數字大概 大概3K到3K之間 我想就很多了 不會帶各位去租國內的 就是比較 價格上比較高行啦 我擔心有些人剛剛看到我 秀幾個網頁出來被嚇到了 我在這邊講一下 就有老張在 幫你跟國外租的話 基本上大概費用會到那邊 國內虛擬主機都很坑人 多一些功能 然後 然後 你剛剛 我剛剛看到一個年腳2萬多的 那是怎樣 怎麼那麼貴啊 光租用就要2萬多 所以這次的費用不管怎樣都是很便宜 因為像網址跟虛擬主機 本來就是你要自己付 為什麼你自己付會比較好 因為呢 那會是你的 如果今天呢你是付給老張 你日後呢 如果不要使用他的服務 你要搬家 你會非常的麻煩 對 因為你自己的虛擬主機啊 你可以不只加一個網站喔 事實上國外的服務 你可以加 無限多個網站 那當然一般的實作上 就是一個虛擬主機 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也是買host monster這一家 然後呢 我大概加6-7個網站是沒有問題的 對初學來講的話 就非常綽綽有餘 所以其實投資保護率非常高啊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門檻啊 就是如果你要開始用你自己的網站 誰都一樣 但是就是買國外最便宜 那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今天取得這個方案 你還有我所有的贈品 我剛剛那幾千塊的贈品 全部都是送給你 OK這個呢 只有這次我才這樣送 你會發現我之前沒有這樣子送過 OK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啦 所以如果你私底下還有任何問題 再麻煩到我們社團 或直接寫email給老張 或寫給我 OK來跟我們反應 那今天 他有人講什麼 董老師 董老師不好意思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啊 因為剛剛那個 聊天室有人在提個問題 那個會員 會員加入福利 剛剛董老師那邊提到說 一萬多塊的那個會集 那被這一次拿來當作這個服務的贈品 贈送的部分 那個會集的意義是啊 這個老張的俱樂部有一個網上電接的部分 那目前是有四款 就是代理的四款 Wordpress外掛 就是像零件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裝在自己的 Wordpress網站上 實現各式各樣不同的功能 那目前是規劃之後 將會不斷的去上新的外掛上來 代理更多的外掛 把它變成中文的 讓國人能夠架在自己的網站上做應用 那這一次送的會集的部分的意義啊 在於說 他為什麼會有那麼高的價值 董老師剛剛不斷提到 他的意義就在於說 這個 如果你現在 現在因為購買這套服務 贈送給你會集的話 之後在這個區 這個商店街所上 之後所新增的所有的外掛 你都可以免費的擁有 都免費的送給你 那這就是那個 那個會員那個 那個會集的意義 在這邊跟您補充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能就在來信 來信尋問 我們把時間還給董老師 對 因為 因為 其實 老張他根本就不需要 把這些外掛中文化 你會發現我也很懶的這樣做 大部分都是直接錄 我要介面英文的 然後我直接錄教學給你 事實上他花了非常多非常多時間去把這些外掛中文化 然後錄製中文教學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會這麼排斥 就是使用Wordpress 因為使用Wordpress真的沒有人帶 你自己在那邊摸 你的英文真的要很好 所以啊 老張其實之後呢 會去找非常高檔的外掛 然後呢 直接呢 就是 就是 把他中文化 然後錄教學給你 那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 當然也難免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外掛也是英文的 但是基本上中文教學都會有 對 所以 OK 所以呢 大家自己考慮啦 因為 呃 大家對老張 因為可能是第一次遇到 那大家去研究一下他的網站 對 那他成立這個會員網站 是 建立在他的專業上 我是覺得這樣子是最完美的 因為一個人的專業 剛好他最後 你看我們在網路行銷一直講 你要成為 業界的專家嘛 對不對 讓別人認同你是專家 然後呢 再去開發產品 然後提供服務 啊 事實上老張就是 技術出身的博士 在台灣 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學歷到這麼高 做網路行銷沒有人學歷這麼高的 OK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剛好提供這個 這個 加戰的服務是非常完美 然後他進入Wordpress的市場 剛好也是 目前台灣這幾年呢 越來越多人在交 也是全世界呢 非常風行的一個主題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結合 啊 你剛好有背後這個技術底子的人 就像你啊 如果來問我一大堆Wordpress問題 你很容易就把我問倒了 說實在話 技術方面的東西 我實在不是設得非常的深入 OK 所以啊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一直到這邊 那我們呢 下一次有機會再舉辦 說實在話 我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 也許 我下個月我就出國了 所以我們下一次 我會去南非 我會去好幾個月 所以呢 我 我那個 我到南非還是會發信給大家 大家不會感覺到有任何差別 但是我也是在南非 偶爾我會拍張照片給大家看 現在是我們的冬天是南非的夏天啊 對到時候呢 我在南非經營網路行銷給大家看 他們春夏秋冬跟我們顛倒啦 對然後 我要來首次感受一下 隨時隨地賺錢的感覺 在國外可以經營 OK 那這也是完成我一個夢想啦 我至少要去三個月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所以下一次呢 我可能就在國外辦線上演講 我到時候應該會比較空一點 對 OK所以呢 今天就到這裡啦 那掰掰 再見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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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登出囉 那大家會 一致強迫登出 OK 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 或想要跟我們回饋 麻煩寫email給我們 或直接到我們的 網路創業的社團 然後直接跟我們互動 OK 掰掰 再見